南韩男团17-2015年出道 合约原定去年到期 但在2021年10千元提早 续约成功 让粉丝们直呼超感动 而今日对长X-KOOPS 接受杂志访问时被问到 到了第15年的时候 会是像现在一样活跃 以现役idol的身份进行活动 还是会为了那个时候的X-KOOPS 而打下新的基础呢 X-KOOPS就说到 我个人没有想要实现特别的梦想 Sivining的活动结束之后 我的演艺生活也会结束 对于个人活动也好 综艺节目或是演技 那些都没有欲望 只专心于团体活动 为了专注于团队 我放下了所有的个人欲望 因为相信全员们 会一直坚持团队活动 所以做出了这样的选择 15周年20周年的时候 也会像现在一样发表专辑 如果克拉曼继续等待 一年至少可以活动一次 直到那个时候也会心存感激的 甚至还透露自己的个人目标 就是好好的守护团队 许多粉丝看了纷纷感动泪崩 并直呼 是最好的队长 Sivining要在一起杯子啊